今天是9月18号收盘了 今天A股中营的反弹了 但是刚才有不少朋友跟我聊天当中 他的感觉很迷茫 他是感觉很担忧 有不少朋友在问 A股今天反弹的这种反弹会反到哪里去 这次还有人跟我说这个就是假反弹 明天就跌了明天就大跌了 那到底A股会怎么走呢 还有就是为什么A股总是涨不起来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A股为什么涨不起来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很多人都在总结什么原因 但是我觉得三个方向 三个原因可能是制约当下A股 涨不起来的最关键的因素 所以这三个方向 这三个原因没有改变之前 A股想要在这个位置大涨 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除非什么呢 除非我们的国家凭准基金 大量的入市大量的买入 那么这个问题就怎么可以解决了 那问题是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朋友们不要看他一涨了 不要看他一拉了 你就认为A股要大涨了 A股怎么机会来了 然后甚至有一些博主说 A股是历史大底 要大涨了 要大爆发了 以后你就使劲的去追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谨慎 保持理性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底部区间 没有错 我强调多次了 可以抄底 可以低息 可以潜伏 但是爬中出现吉他 出现冲钢的时候 还是要忍住手 不要轻易的去追 好 我们回到A股刚才的问题 A股为什么涨不起来 现在 很多人都在找原因 但是归来起来有三个方向 可能是影响最大的 第一个是什么 rpo rpo 是吧 放水太多了 超规模的发售 超规模的上市 导致了什么呢 抽水比较多 进的比较少 所以A股 这个池塘里面水总是忙不起来 对吧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近期我们的高层 也注意到这个是了 对吧 rpo确实收紧了 这个星期好像就只有4家 对不对 所以以前是什么 我记得以前最多是一个星期 13家 10家 大概率保持在这个样子 后面变成了7家 再变成5家 现在变成4家 它确实在什么减少数量 这个不得不是我们的管理层 我们的高层 确实是在做出重要的改革 还有呢 第二个原因 这也是这段时间 股民最为讨厌的 最为担心的一个事 什么大家知道吧 融券对吧 这段时间关于融券 杂谎的事吵得非常的凶 几乎全网都在讨论这个事 那么融券到底会对A股形成影响吗 会影响A股的走势呢 其实在这里我觉得影响是肯定有的 不说别的 就说这两天这几天发生的事 比如说昨天爆出了一个事 一个一个上市公司 这上市公司是谁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昨天看了我视频的 应该都知道是吧 经地股份 经地股份呢 这个票在上市的第一天 上市第一天 他就通过了转融券 卖出了400多万股 那么这400多万股呢 他是持有是吧 员工持股计划里面的那些股票的 说本来就是公司里面的 员工和高管持有的股票 他们通过什么 通过转融券卖出的 按理说他们是属于什么 受限股 它是12个月之内 12个月之内是不能卖的 但是他可以通过转融券卖出去 这个经常人物语的 他明摆的就是在高位杂盘收 收个韭菜嘛 到底你看看这里最高61块 低的这多少32块 跌到40%多超多跌了一半 那么这一笔差价 你想想有多大是不是 你想想一股相差230块钱 30块钱400多万股是多少钱 朋友们算一下这个差价是多少钱 所以你说牛圈对A股没有影响吗 肯定有是不是 还有就是近期大家可能会发现 很多票突然就喉弯了 可能这个票昨天还是大涨的 昨天还是涨停的 但是第二天了开房就不一样了 大家是不是发现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你看今天有多少票 多数票昨天是大涨了 今天直接开房就不一样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感到纠结的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近期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收到维格这种票 对吧 昨天拉了38块8 今天你看31块多 跌到7块多 差不多20个点 昨天拉了高位今天直接不一样 是不是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这种拉到高位后 有一些基金 有些大资金通过高位融券卖出 以后开盘打到低点 打到低点 又通过什么 融券 又通过买入还券 做了一个差价 这个确实是什么 是对整个盘面形成压制的 成了影响的 你去看一下近期市场的 这些很多的大牛股大腰股 第一天或者说前面这一天大涨了 后面很多情况都被按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是吧 融资融圈的票 这么说大家视频们的 回想到我在昨天前天 跟大家讲过了一个是什么是 全球最大的主题基金 贝莱德退出中国股市 高管说了说了那么几句话 什么意思 我认为中国的股票 中国的资产很多是属于优质的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了 我买入的位置的时候 每当我想大量买入的时候 我大量抄底的时候 就有数不清的什么 股票来砸盘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什么 是大股东转融券在砸盘 把线售股把线肉股 通过融券砸盘 那这个线售股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说明明是优质资产 但是就是涨不起来 每次当你一样想去什么 想去买的时候 想去建仓的时候 想去吃货的时候 总有人在砸盘 总有人把股票卖给你 结果越砸越低 越跌越多 联想起这些事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融券确实是存在着 这些方面的利空的因素 还有这里是广大股民最为 最为让人无语的一个是 就是这个融资融券 对不对 他有个资金要求 没有50万你开通不了这个资格 你想想中国的散户有几个 有多少个人有50万 我觉得绝大多数是没有50万的 绝大多数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那么这里只有什么 只有大资金在玩 只在大资金在玩这个融券做空 这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一个什么地方 是不是存在着不公平的一个交易 对不对 为什么他可以在高位融券砸盘 我就不行 这个票涨到高位了对吧 这票涨到高位了 我也想在这里卖掉 但是我偏偏就卖不掉 因为我是t加1对不对 我今天买进去我今天卖不掉 但是 大股东大资金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在高位融券卖出 你要低位在什么 买券还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差价他就出来了 这个明摆的就是存在着什么 一些不太不太公平的地方 大决数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说 这个融券确实是对整个 排面有一定的压制 当然他是一个双面的 当市场表现很差的时候 表现是吧 非常之 让人感到担忧的时候 他会压制市场 板资板资他会什么 激活市场 如果说A股市场的是什么 涨涨涨 那我还问你 你敢融圈卖空吗 绝对不敢对吧 如果A股市场天天涨天天涨 三天有两天是涨的 你敢融圈卖空吗 你绝对不敢对吧 你会什么 你会融资买进 就这么回事 所以他是什么 熟悄种种 助长助跌的 大四环境不好的时候 他就是什么 是杀跌的一个什么一个助推器 大四环境时候 他就是什么助长的一个助推器 所以这里我们要区别对的 不会 不会因为他就不行了 对不对 还有下一个语音 这个原因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大家近期 非常纠结了一个点 所以 大家应该知道 炼化对吧 炼化资金 炼化资金的话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到了风口上面了 反复的割韭菜 其实确实是 存在着一定的道理的 沟酒菜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 其他的我不说 我们就拿一个票来指一个例子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华丽创通 这票大家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明白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票是华为概念股近期最强的一个点 最大的一个朋友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华丽创通 为什么这段时间会这么强 会涨的那么好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是因为这段时间 牛资大佬在不断的买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 张盟主 比如说这个桑田路 这些牛资大佬在不断的吐 不断的买 推起来的把它推起来的 这股价是吧越拉越高 可是你发现没有今天出现了一个大长腿 可以说是一个什么 非常长的一个场上引线 那么尾盘加速跳水 那么这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是吧 油资大佬在死尽的什么 死尽的卖 买买买对吧 想把它推上去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是炼化资金在死尽的砸砸砸 朋友们 这个离而记住 今天这个尾盘跳水不简单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 是油资与炼化资金的一个博弈 油资在死尽了炼化资金死尽的砸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他近期这个位置高不高 高不高高对不对 可能量化资金他在这个位置就设置的价格在等你呢 你拉吧你拉吧你拉我就时间卖 我就时间卖对吧 以后跌到低位了我再接回来 我就做个差价行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油资它是什么 它是通过什么 通过推升股价推到涨停板 以后第二天是吧 做一个溢价赚一个溢价 但是随着炼化之间的一个出现 把油资顶得没有脾气的 很多油资大佬很痛恨这个炼化 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炼化相当于给油资大佬上了一个紧箍 大家知道意思吗 以前你看牛股很多腰股很多 动不动就三五个板 六七个板甚至十个板的都有对吧 现在不行的什么原因 其实我觉得跟炼化资金有一定的关系 炼化炼化资金不仅仅在收割散户 同样的也在收割流资 可是大家知道流资是当前市场上 这个是油资是当前市场最活跃的一部分资金 对吧最活跃的 说白了我觉得流资应该是 是当前市场上技术面 技术最好的一部分人 或者说是超胖能力最好的一部分 可是他们却折损在量化资金里面 这不得不说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人唯一的干不过机器 对不对 因为机器它下单的速度 它下单速度是比你人要快了无数倍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牛资干不过量化的一个原因 所以综合来看当前A股市场 这几个是吧对大盘有什么有压制的 这些没有解决之前 A股在这个位置想要大涨 想要是吧 大幅度拉升 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朋友们不要看他一涨了 就听到某些声音说 A股要大涨了 明天要涨100点 明天要什么要涨80点 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点点信可开河 不会看他一涨了这么一说 明天涨一80点是吧 结果人家涨了20个点 也直接就高位追进去了 结果收盘一看只涨了5个点 冲高回路 完蛋了是吧 又套住了又站岗了 我觉得当前的A股是什么呢 是底部趋接没有问题 前伏低息没有问题 但是盘中几达冲高的时候要小心追高 还有一个就是当前热点轮动太快 就是说板块轮动太快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在高位不要去顶 如果你的票是属于核心笼头票 每天能够守得住五军线 可以看多继续躺 守不住撤退 这是一定记住的 如果说你的票是后排跟风的 一定要考虑风高减仓 尤其是前高附近 就是前面的压力位附近 不要轻易的去顶白钱的去追 好 除了再几些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之外 那么大家觉得还有哪些是制约A股 涨不上去的原因之一呢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